對 師傅 我現在看到了好多的甜點 放在桌上 你今天幫我準備的是 什麼樣的甜點呢 你先看看桌上 有沒有最想吃哪一個 我其實是先被生乳捲給吸引 因為它好大一個 然後內餡看起來很誘人 對 我們以馬蜀工廠起家 我們就是推出 我們的絕餅系列的生乳捲 不過一般絕餅比較常見 好像就是黑糖絕餅很多 但是你們這個顏色不太一樣 對 我們這是走養生路線的 黃豆系列的絕餅 黃豆系列 叫豆乳 豆乳絕餅 對 聽起來很特別 所以說一定要搭配這一塊絕餅 一起吃對不對 對 我發現我這樣切下去的時候 你們的蛋糕好柔軟 真的非常好吃 有沒有感受到一種輕盈 在雲朵上飛翔的感覺 其實它整體吃起來 真的非常的輕盈 真的有像妳說 像棉花的那種感覺 對 然後我覺得絕餅非常厲害 因為一般我們對絕餅的印象 都會覺得它是比較Q彈的 對 但是在裡頭它其實是保留它的味道 但是質地上是比較濃郁濃稠的 對 我們就是保留日本最原始的味道跟技術 去結合現在最流行的生乳捲 讓你吃到不同的感受 像是我覺得啊 你們做這個蛋捲也太特別了吧 我應該沒說錯吧 這是蛋捲吧 是 這個發想是怎麼來的呢 這個發想很特別 我相信大家一定都有看過 啾咪 愛心 對 對 我們就是以啾咪這種概念 去發想出滴滴大心 這是我們的名字 讓你有很大心的感覺 不論是送禮 還是送給媽媽 送給長輩 都很有含義 對 是 因為像現在看呢 你會覺得它是一朵漂亮的花 但是當你拿起兩個的時候 真的就變愛心了耶 好可愛喔 好 那我就來品嘗看看 我都聽到你酥酥脆脆的聲音了 它超級薄脆的 對 我發現因為你們造型上 是這樣一層一層的 所以說它口感咬起來呢 變酥脆 沒錯 我們是經過特別的摺疊 去讓它營造出這種酥脆的口感 跟傳統的直條形的蛋捲 是不太一樣的喔 那像是它的口味呢 我非常喜歡 因為這個應該是鹹蛋黃口味 對不對 對 因為它吃起來是 鹹甜鹹甜的那種香氣 所以說會想要一口接著一口 那照你剛剛吃到的 你一定吃到非常不一樣的 我們這蛋捲是使用飛龍式雞蛋喔 那它特別的地方是什麼呢 所謂的飛龍式雞蛋就是 我們主張放養式 不用圍籃去圍著我們的雞 那它是走得健康 吃得健康 讓我們消費者也是吃得安心健康 是 那接下來像是 這個又是什麼甜點呢 這個是我們最有名的半月燒 你們的半月燒好多造型喔 對 那我們在市面上主打是以這一款為主 那我們也有經過研發的巧思 製作出像這一款這一款不一樣的 像是這個也太特別了吧 你們非常有創意把它做成的是 章魚燒的造型對不對 沒錯 那我們是針對不能吃葷食的朋友們 去設計出章魚燒 那這個章魚燒是蛋奶素 所以滿足了素食的人 或是不吃肉類的人 或是主張不殺生的 都可以吃這一款 歡迎大家去吃我們的章魚燒喔 是 你說它叫章魚燒 對 為什麼呢 諧音介意 那它的內在美就是我們的芋頭 所以它是芋頭口味的 是 那這就是大家來這邊的話 現場也可以品嘗得到的 沒錯…